我以前是Fashion Design的嘛 去法蘭西讀什麼? 我讀了Fashion Design Fashion Design Fashion Design 不是...西多嗎? Yo!Han!我是小德奇 歡迎西多Tree! 放假了,我們就要找些東西學一下 我們今集有請... 阿Way! Hello,Hello,各位 正職就是做廚師副業的皮革 做了五年了 今天來就特地教一下雪特奇 第一次自己做了 很久之前阿Ka送了一個袋子給我的 就是這個 就是在Wing的店裡做的 這個都花了很多時間 都要十幾二十個小時 十幾十個小時 這次我是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自己做皮 所以很緊張 我們會分兩集 第一集就是超級無敵BASIC 第一集就是做八達通套 不斷介紹一下工具 這個就是八斬 就是LV都會用的 這個就是滑線的 很重要的 間距氣 保持在每條線都是同一位置 還有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圓斬 想令到它的邊比較漂亮 這個是不是瘀腳的? 是啊,你怎麼知道就試一下 在皮革方面就是用來打磨邊 你看到邊很漂亮的時候就用這個 很漂亮 今天的工具也不是太多 最重要是有一把完美的戒刀 最容易上手的 鐵尺 雖然Made in China 但是真的很好用 隨仔 最重要就是蠟扇 什麼叫蠟扇? 本身是棉在上面有蠟 比較輕鬆 放不放水嗎? 誰知道放水 一輩子都可以用的 最重要還有一件東西就是皮 這個就是頭層牛皮 扁的那一層 就是最漂亮的了 還有分很多級數的 用一個比較自然一點的 事不宜遲 開球 對,開始吧 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找一條 師傅線 先找一條橫線 法輪就可以用把角尺 拍住 Stacky就跟我這樣做 壓住這個割刀板 然後用右手按著把間斜 我們拿刀手勢 把手放進去 吃雪鑑 這兩隻手勢放出來 拿前一點 好難啊 就放進去 等一下 我還沒穿衣服 馬上穿這件衣服 一定要穿的 帥一點 專業很多 其實穿來做什麼 除了防止 髒之外 最重要就是 工匠上身 不行 我不適合穿了 我可不可以不戴下面 好頂啊 我的肚子頂住了 按著間斜 左手拿著割刀 分兩次割 兩隻手指貼在這裡 然後 第一下勢力 先割一條橫線 我第一次這樣拿這個割刀 這個手勢是最好的 我平時用右手怎麼辦呢 那就是用右手來拿 沒有分別的 我也是左腰的 我左腰也是這樣拿的 最重要是這個手勢 就算不用間斜 也可以割到直線 轉彎 什麼位置都可以 第二次它會肯一點 大力一點 你割得很噁心嗎 初學是這樣的 上面一條 師傅 然後就是這裡 最重要就是 可以割到一個長方形 因為我們這個霸通套 都是長方形的 我們就會試一試個位 當我們先進去 這樣做就是最主要方便 量度位 一定不會失敗的 然後我們就會找個 虐 在這裡抹點 然後又做回剛才的動作 為什麼要用這個方法 插戒道呢 因為可以 定 定 對了 簡單來說 這裡有一條直線 就算我們不用間斜 也可以選到直線 就是因為我們靠這兩隻手指是平衡 然後這三隻手指是固定水平 不需要有間斜 也可以選到直線 就是不便 為什麼要用這個手勢 那我們這些初學者是絕地 間斜 對啦 因為我們只是逢一條線在這一邊 當我這裡 我拿3cm 我們這裡又拿3cm 其實可以隨意的 1cm都可以 好 搞定了 很簡單的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款式 又容易拿 我們現在最後就是打兩個弧形 拿鎚子也有技巧 我們拿中間 對啦 這個是纖維鎚 那我們就是最主要這兩個角 在外面 要傾斜少 那我們就會打了一個弧形 最重要就是 哈哈哈哈 眼睛就只看下面 那要打了自己的手 只要打中一次 那隻手以後都不會中的 就是這麼簡單 嘩 你阿雪Teki力不力高的 你也比較漂亮 可以再修靚一點嗎 有的 可以的 我們可以用戒刀 而我們最重要的 是怎樣去縫線呢 就是用這個滑線的 那我們通常呢 做皮革呢 就會是3mm 然後就扭緊 你用哪隻手很多 沒有所謂 我是用這隻 我用左手的 我是左右 但是我會用左手 正常呢 就會用這邊 一拖 就是有一條很漂亮的直線 對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們縫線位呢 就是這裡 至到這裡 我只是畫一個直角就可以了 對了 那我們畫一個直角的時候 我們兩邊要對稱 輕輕力 有條痕就可以了 沒事的 第一次做得好的 不用有我在旁邊了 對了對了 對了 左手轉 對了到這裡 這麼簡單 那我們就開始用八斬 要不要開光啊 哈哈 就是這樣 手指尾 手指尾 要碰尺 好像拿毛筆 眼睛要望 正中 細細力先 是不是要打穿的 就有一個叫做 狠 就是當我們縫合的時候 兩邊都可以讓平衡 對正線中 接著 氣罪丹田 手拿兵器 會急死的 打下去一下 初學者可以先看一看 中線中 我們就可以狠狠地打下去 真的要打穿它 對 先穿到線 我們要狠的 接著最重要這一部分 手指尾 很有用的 按著 斜向自己 逐一按 向前推 向上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不按著 出不來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們這樣叫 它後面這個位置會很大 還有變形 這個沒有變形和變形的分別 就是要跟著我的口訣 斜向自己 向前 初學者一定要先打印 現在打一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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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打完 為什麼不是的 等一下你們記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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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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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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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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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中了就退後了,回針 穿鞋就很說你平時有沒有做家務 看來Suteki也有做家務 對,好像是Faction Design的嘛 他在法蘭西讀什麼? 我讀了Fashion Design Fashion Design Fashion Design 不是西多嗎? 那大家知道就馬上穿完了 其實Ring是幫我一點的 不只穿得這麼漂亮 最後一個工作就是封一條線 對,因為是納線,可以用打火機燒溶就可以了 明白,但聽聞會有點痛楚 因為你要在很熱的時候要按 按線頭,然後再拖一拖 對,就是搞定了 這樣就按了,變了一顆點 Suteki讓你插入儀式 就是這樣 那邊是否要磨一磨的? 你可以磨也可以,可以不磨也可以 通常我們會加水,塗一點皮甲背部處理劑 很少,很少 這個叫什麼? 皮甲背部處理劑 或者叫CNC 對,第一下就這樣擦 然後我們就推一推 這些坑就有用了 根據哈文 是 知心的皮甲工藝者 他可以用磨足兩三個小時都可以 只有一條邊 好,打到手軟了 原來你都很有耐性 其實阿Wing蠻多了 兩層的皮 他現在變成一層皮 超美,讓你看看 亮嗎? 對 好啦,今集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什麼要問阿Wing 在下面留言 下面info box會有阿Wing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想弄阿Wing就會幫到你了 對,對 好,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好,拜拜 好,拜拜